聲稱會在香港用5億美金 開設家族辦公室的杜拜王子阿里 究竟真正的身份是甚麼 原本在3月底 預算會舉行王子在香港家族辦公室的發佈會 但臨時臨急 他出席完港府遇擇香港高峰論壇活動後 即晚宣布 接著那天的發佈會暫時要取消 解釋為因為有急時要回到杜拜親自處理 發佈會延遲到5月才舉行 今天早上我們和這位被指為 穿針引線的中間人 香港中東經貿協會的創會會長 沈運龍通電話 他暗示王子離開可能是因為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而引起 本來答應出席發佈會的官員級數 就不斷地降價到最後連投資推廣署的儲長都說不來 和最初歡迎和接待阿里的規格和表現 是截然不同 令到王子意興蘭珊地說 直到現在 特區政府仍然沒有就這件事表明了任何態度 又或者是為何對阿里辦公室的開幕這麼冷處理 雖然阿里最近突然在香港高調地亮相 大家對他的身世真是所知道的不是這麼多 近日的商界、政界、媒界任何界別都好 對這位王子的背景很有興趣 一切可以說是由南華早報4月2日的晚間報導開始 這篇報導說記者透過了兩個分別來自美國 和台灣的人面識別網站 嘗試運用人工智能AI的技術 去追查阿里的真正身份究竟是誰 竟然讓大家發現阿里和四年前 有一位在中東出道的歌手Alibra 百分百相似 Alibra大約在2020年 在亞聯遊出道 最初以翻唱女歌手的歌曲為主 例如Celine Dion的My Heart Will Go On 而且還能夠作曲填詞 曲風以浪漫情歌為主 Alibra曾經接受菲律賓當地傳媒的訪問 包括2021年12月接受菲律賓媒體 The Global Filipino的訪問 還有2022年11月菲律賓廣播公司 GMA News的訪問 在這些訪問當中 王子Alibra表明自己是有打工的 是在做一個政府機構的內部審計院 Internal Auditor at a Government Agency 覺得這份工作很悶 始終最喜歡唱歌 還說自己特別喜愛Maria Carey 透過她的歌聲 令她可以進入音樂世界 王子在訪問當中 又說自己很小時候 已經很喜歡在別人面前表演 在校園她也很喜歡為大家帶來歡樂 聽到大家的笑聲 就會令她感受到生命的意義 離開校園之後 希望能夠繼續貢獻社會 Alibra又承認 不知道是否在菲律賓 特別喜歡唱菲律賓歌曲 她說喜歡菲律賓人的善良 所以即使不懂菲律賓語都會嘗試去唱 令到她在菲律賓累積了大量的歌迷 這樣說 身為王子 也不表示她不可以唱歌 甚至是做歌手 如果大家才知道她本來就是一個歌手 現在才發現她其實都是一個王子 對她的觀感可能和現在就很不同 這些背景的資料曝光之後 不少人心目中的怡團就越滾越大 怡團一 身為王子 金錢不應該是她所有顧慮的野力 至少都有5億美元的閒錢 放在香港投資 為何要委屈自己去做一份自己都覺得這麼悶的工作 審計完的工作 不過這樣 話筆兩頭 一些富豪的子女我認識的 都有時候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去外面打工 讓他們爭取一些貼地的經驗 所以王子繼續做這一份她覺得很悶的工作 也不是不可能的 疑點二 究竟阿里的皇室貴族身份是真還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 杜拜皇室宗族是很龐大的 和皇室有關的家族成員也相當多 能夠被稱為郵長的人也不少 所以阿聯酋駐港辦公室 也只能夠確認阿里是來自統治家庭 不是華文傳媒較早前所指的 杜拜郵長穆罕默德的侄子一般密切 2.3 他的家族辦公室網站成立原來不夠一年 網站裏面提及的業務也是寥寥可數的 而辦公室杜拜所在的地址 而記者朋友說這是屬於中產住宅區 但沈文龍今早解釋不是 他居住的地方的確是富豪和部長級官員 聚居的地方 只是單憑地圖顯示住宅的地標不是那麼準確 2.4 阿里這個家族的辦公室在香港位於 上環順德中心招商局大廈16樓 同一間叫Positive Global Investment 同一名的投資公司共享辦公室空間 這間公司以前的董事是澳門賭王學鴻燊 想不到這麼大的一筆投資辦公室 竟然是要跟人共享辦公室 王子應該是一個很節省的人 看起來王子這次來香港投資計劃 就是跟中堂空鐵這間公司有很密切或微妙的關係 中堂空鐵是經營甚麼的 這個關係又是怎樣而來的 背景神秘的人物原來不止王子一個 還有另外一位在這件事裏也相當重要的人物 他的背景資料都很神秘的 對於他的資料大家都是有很少的 休息一會我們回來繼續 現在想為大家推介兩款貴完美的新產品 和頭髮無關的 是沐浴露 一共有兩款 一款是擁有高效保濕、爽膚、抗敏修復功能的 橄欖滋潤香薰沐浴露 另外一款是擁有高效保濕、透亮淨白 和角質調理功能的青檸美白滋潤沐浴露 如果你有興趣免費獲得一份感受版沐浴露 來試試的話立即打電話登記 55668 299 成功登記的話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還有一次免費體驗療程服務 快點打電話55668 299 洗頭的時候脫掉很多頭髮怎麼辦 頭髮問題和AI chat 不如和黃先生 chat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藥補充頭髮營養 就可以達到防脫髮、固髮的功效 發在生止脫固髮療程 有助頭髮健康生長 打電話和我chat一下吧 阿里王子家族辦公室的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Eleanor Jane Mack 麥爾裔 本身同時都是擔任中堂空鐵國際部的總裁 這間公司去年向立法會推介在九龍東 興建單軌空鐵 每公里的造價是1億至1億5千萬 阿里早前說已經入股了中堂空鐵 他趕回到杜拜後 麥爾裔發表聲明強調 家族辦公室在香港的營運將會按計劃舉行 在未來還會再次去考察藍沙 聲明裏也提到家族辦公室 對於內地香港和亞洲的發展機會 都感到非常興奮 還說皇室成員代表已經和中國新能源空鐵 中堂空鐵、四川國鐵路公司 和西南交通大學國家軌道交通實驗室 是能取得聯繫的了 這位麥女士 也是這一兩年才冒起的 他有很多重身份 包括中東經貿協會 鐵路建設行業委員會主席 而這個會的創會人正正是沈雲龍 麥女士的身份和背景似乎都是非常神秘的 網上連一些具體的背景資料都找不到 更加有趣的是 杜拜王子事件曝光之後 相關的人士好像開始想和他割席 其中一位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香港中東經貿協會的創會會長沈雲龍 早前有很多份傳媒報導過 說沈雲龍很開心地告訴大家 他自己是獨具慰眼 和親自幫忙安排這個家族的辦公室 成立啟動典禮 還有當然是新聞發佈會 亦都放了兩個人很多張合照 不過只是事隔兩三天 就來了一個大轉彎 發出了一個聲明強調自己 不是在拜道認識阿里 亦都沒有邀請他們來香港 他說阿里是去年12月15日 首度拜訪財經事務局和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同場出席的還有立法會議員周豪鼎和王英浩 沈雲龍在晚宴的時候 就把阿里介紹給墨爾瑞小姐 因為他知道高價鐵路這個基建 是非常適合杜拜的 而阿里亦都對行目有很濃厚的興趣 沈雲龍強調自己和協會 就怎樣去組建這個家族辦公室 原來不知情的 他亦都從來沒有知會過他 沒有知會過他本人和協會 沒有在這件事有絲毫的金錢利益 大家認為這位杜拜王子 會不會真的5月回來香港 開他家族辦公室呢 如果最終這場大龍鳳都只是弄虛作假 我覺得真慘了 特區政府的顏面不知放在哪裏好 可能真的要找個洞來躲一陣才行 你很難想像相關的部門 是沒有做過審查的 這個王子的背景 如果有做過審查的話 仍然漏招的話 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的情報網絡 和資料庫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怎樣能夠幫到手 維護國家安全呢 我們要做一個小鈴鐺